真不是我小时候笑点滴 谁看了维加能忍住不笑啊 人间教练不是白说的 主打一个平等的创死所有人 当淼淼展示舞蹈动作时 李维加说 家里都不用买甩干击 和中储夕搭戏更是直男发言 亲爱的 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啊 你是不是去过死皮了 卧气考验环节 杨威要猜出哪道菜是自己老婆做的 面对杨威点评 佳哥直接贴脸开大 这个是葱 这个不是葱 谁要你点评葱 你算哪根葱 我想进进环节 维加挑战骑自行车不发出声音 开始前满脸沉着冷静 结果 只有你想不到的点 没有他接不住的梗 他真的好像大漠里的搞笑网友 和王和弟一起上节目 秒变土为情话终结者 白瓜妈送我一个这样的小傻瓜 有刀吗 我就要劈你这么小傻瓜 看见杨阳明场面 我只知道眉头紧簇 还好有维加这个互联网嘴涕 来石头 剪刀 剪刀 剥 这种工作只有我们拍春晚才不用 往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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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 帅哥摸完恐怖的样子是这样 还这样 这还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好了 在COS圈维加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头部艺人赛道里真的找不到竞争对手 愤怒的小鸟 豌豆射手 牛油果 字典 表情球 老铁呀 扎心了 COS的角色是有限的 回家的潜力是无限的 回家真的好油脸 西游记就是要把我脸上的油吸掉 这个老鼠是谁啊 我是招财猫 这不是老鼠吗 不行 你是太乐吗 我太勒了 我太勒了 谐音梗算是被他玩明白了 到底是谁发明的为家 简直就是我的笑点开关啊